名偶風雲匯 印譚與老旁 風雲高 主持 陶傑 鮑偉聰 本節目只代表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歡迎各位 歡迎收看 風雲谷 多謝各位的支持 本人陶傑的Patreon和鮑偉聰 也是非常歡迎各位登記加入 因為有時在風雲高 或者一些公開的社交媒體 或者電台 我們曾經觸及到這些話題 而又清停點水 你就可以在Patreon裡 和我深入交流 看到一些在文化社會 和人性陰暗面方面 是非常深入的討論 好了 台灣新任總統 賴清德和副總統 蕭美琴 在台北宣誓就任 成為中華民國的 第16任總統 這個就職講話當然是全球關注 因為這個涉及台灣 在賴清德領導之下 外交和經貿等等 都有什麼新的取態 還有很多都注意到 他的講話裡面和前任總統 蔡英文有些不同 就是蔡英文那8年2任 指對面的中華人民共和國 就叫他做北京 或者用一個相當感性的對岸 來稱呼 但是這次賴清德就不同了 他的講話裡面 在台灣這個名詞 出現超過80次 而中華民國也說了十幾次 他就不會再講什麼對岸 還是北京 而是斬釘截鐵 這兩岸 其實中華人民共和國 和中華民國是互不從屬 互不遞屬 中華民國 或者中華民國台灣 畫台灣 賴清德說 都是我們國家的名稱 他裡面是畫 其實這種稱呼 其實我們看了十幾二十年 是有人不斷拿出來 將他炒作完又爭論 其實本來是一些媽媽是女人 一些很普通的事實 但是你要知道 但是一些普通常識 被高度政治化之後 就會出現一些沒完沒了 無聊加虛無的 一些中國式的炒作 和拉扯 這些是中國政治 他那個語言 那個迷宮裡面的特色 這個又起指 在台灣和中國之間 這次賴清德 就在這個講話裡面 強調他那個 中華民國 或者他所聲稱的台灣的主體性 就是兩岸互不遞屬 只不過他就強調他會用 台灣的民主是團結的國家 是吧 並且說每一個政黨 都要反吞併護主權 不能夠為了政權 犧牲國家主權 無論中華民國 中華民國 台灣或者台灣 都是我們國家的名稱 都一樣響亮 這些呢 怎麼說呢 我們都不想浪費時間 去糾纏 因為這個全世界都看到 確實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主權 是無法在台灣 及澎湖 和金門馬祖 是有效執行的 中華民國 亦都在1949年 1950年之間 失去了大陸的領土 到現在 已經將近80年了 這些 小學三年級都知道的 常識問題 是不必用來糾纏 這次的就職 是得到美國國務卿 布林肯 是官方的公賀 還有日本的內閣官房長官 林方正 也都以官式去公賀 不止是這樣 美國國會的一個代表團 親自去到台灣 出席這個就職典禮 其實如果這個叫做台獨 就已經是一個 如果你這樣叫做台獨 就不幸已經是一個既定的事實 因為國際上 對於賴清德和台灣的反應 現在是非常明顯 現在令人有興趣的 就是賴清德做了總統之後 到底2027年或之前 中國在習近平的統治之後 真的會不會發動軍事攻佔台灣 這個就是全世界焦慮和關心的焦點 是不是 是的 陶先生 在賴清德總統的就職演說 我再次強調是賴清德總統 因為某些香港的媒體 從來沒有把總統兩個字放在新聞裏面 只是一個叫做就職典禮 因為這一點我們一定要講清楚 同時間 在賴清德 剛才你提及了 他提及了79次台灣 在演說裏面 歷史上罕見 所以被認為 他是一個比蔡英文更加強硬 和立場清晰的台灣總統 而且在就職演說裏面 留意 他說台灣是位居第一島鏈的戰略位置 牽動世界的地緣政治 他提出第一島鏈的字眼這四個字 不是中國大陸的角度 這個角度是以美國講印太圍堵中國 和作為一個戰略考慮的名詞 這次賴清德說清楚 他握手了第一島鏈裡面的戰略位置 什麼叫第一島鏈呢 就是連沖繩日本的領土 他形成了一個 阻止解放軍 無論是空軍或者海軍 特別海軍 進入了太平洋的一通道 北面的就是宮古海峽 南面的就是巴士海峽 這兩島都是和台灣的地理位置有關的 大家看看地圖就可以清楚 我們在風雲也介紹過 所以我覺得 除了陶先生剛才所述及 是一個政治或者用字的立場 再次講清楚 除了台灣在國際上的地位 和其他國家的重要官員 參與這個就職儀式之外 我覺得在軍事上 現在台灣 他不再講一個 他自己和中國大陸的 一個無論對立 或者是一個對抗的關係 他將自己立入了第一島鏈 整個美國在印太戰略的位置 他成為了印太戰略的其中一員 就是一個隊友 他作為美國的 你說他是富庸 如果用中國大陸的角度 或者作為他的隊員之一 去握手這個位置 所以這次為什麼會引起中國大陸 或者其他小粉紅的這麼大的反應 除了他提及台灣這麼多次之外 其實他講到第一島鏈的態度 也很清晰 如果一旦 不一定只講台灣和中國 或者是中國和美國有任何衝突的時候 台灣所扮演的戰略和軍事角色 賴清德在這次就職的演說 就是公開引用憲法 主張中華民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 互不隸屬 即是等於用中華民國憲法的規範 而這個對戰友們的政策 確實是和民進黨以往的台獨立場是不同的 你不能夠指控賴清德 宣佈台灣獨立 或者是謀求台灣獨立 他不會這樣做 很多政治的 有時候在野 或是你大學教書 知識分子的時候 就提出很多理想或者信仰 即是在閉位的時候 其中的原因是美國不會容許 不統不獨維持現狀是合乎美國和台灣 和全球的長遠利益 這些曲解文字的人是不斷糾纏文字遊戲的 這是沒有意思的 黎章摔角是令人失笑和掩護的 不如你問中國 如果馬賴清德現在不做總統 如果接受中國或者習近平現在管治的中國之下 一國兩制的主張 請問現在最新在習近平的中國 現在這分鐘是2024年的5月 你對於台灣的一國兩制的政策又是什麼呢 比如說鄧小平在八十年代初期 一國兩制是應用於香港 馬照跑步照跳鼓照炒 他也說過中國不會在台灣駐軍 然後跟英國的談判裡面 甚至是中方有人提出 在1997年之後是否需要設立這個新華社 到了江澤民就說明 井水不犯河水 中國的官員不能夠進入香港 還有就香港的事務發展 是吧 當時鄧小平和習近平的一國兩制 尚算清晰 當然後面出現了很多波折 但是現在你習近平 台灣的2100萬 如果我假設立即接受你的和平條件 是採行一國兩制 請問你最新的一國兩制的內容是什麼呢 他沒有說 其實你近五年都沒有說 第一是否台灣繼續保有自己的軍隊呢 是否台灣的立法院和行政院 尤其是立法院繼續保持三權或者司法獨立呢 是吧 台灣是否可以繼續行使他一向的入境限制措施呢 是吧 還有台灣繼續發行這個台幣呢 現在習近平是超過五年了 如果我沒有記錯 已經沒有更新任何對台灣一國兩制和平統一的內容 就是說他根本不說 所以現在口口聲聲 中國經常說 這個和平統一呢 是一個很迫切的事情 是一個最大的願望 那你現在的和平統一呢 就是說已經鄧小平和江澤民的時候是無效 既然無效 那麼台灣不如現在呢 就看看 現時的所謂一國兩制的樣板 或者除暢香港是怎樣 那香港呢 現在的現狀 不但這個立法會沒有了反對派 而且呢 就通過這個港版國安法 香港現在的現狀呢 就是外資紛紛撤走 香港現在呢 就是呢 那個市面呢 是一片蕭條 那個飲食業呢 被受打擊 現在最近呢 還出現這個的士業 香港現在呢 最近那些人呢 是紛紛走去大灣區呢 是水往低流 享受廉價的食物 那這些呢 那這些呢 就並不包括在江澤民 或者鄧小平時候 時代的一國兩制的內容 那如果你現在用香港 今時今日 2024年5月 這個一國兩制的隨槍 去吸引台灣呢 可以說話相當之可笑 那既然是這樣 你現在的一國兩制 在一個叫做中英聯合聲明 已經成為歷史文件 他的基礎之下 而且說明 對香港呢 實行全面管治權之下 那你現在對台灣 任何的和平統一呢 是沒有任何的說服力的 那換言之 就是說如果習近平 那個中國 去統一台灣呢 台灣會變成另一個香港 是不是 這個很簡單的事 那台灣變成另一個香港 你覺得2100萬台灣人 肯不肯制呢 先不要說美國 一定不肯的 為什麼才不肯呢 他不會說 不是啊 現在台灣大多數人 絕大多數人民 是支持祖國和平統的 那你可不可以現在馬上 給台灣人 進行一個公投呢 這個公投你可以在香港 是委派香港的特首李家超 過去做一個代表中華人民共和國 接受 勸說台灣接受 一國兩制的遊說代表 在一個公投之下 你找李家超和賴清德 是同台 還可以加起來 這個國民黨 比如說你找一個 韓國瑜 是不是 然後呢 你香港可以 是向台灣 說好現時的 一國兩制美好故事 包括你香港 最壞的 你現在在台北 沒有任何的經貿辦事處 是不是 你不如這樣 香港特區 加上這個 叫做行政會議 和90個 立法會的議員 你現在首要的任務 你看這個叫 頑固冥頑不靈的賴清德 做了總統 你怕他進一步台獨的話 你現在不斷定期 你不斷定期 去台灣 宣傳香港 一國兩制的成功 是不是 我相信台灣的 新聞言論自由 一定會給的 這個遠在天邊 近在眼前 你不需要用一個 倫敦的香港 特區政府 經貿辦 是對英國人說好香港故事 說一下說一下 在那裡的前警方 的行政經理 變成 跟一些中資的金融財務 金融投資公司去收帳 你可以近近地 走去台灣 組成龐大的一國兩制推銷代表團 你完全沒有做到 是不是 你不用理賴清德 你爭取台灣民心 你告訴他 現在我們香港非常美好 香港特區政府 在享受高度自治 香港現在 好像以前 在1997年之前 有百花齊放 和獨立經營的 新聞言論自由的報紙 你可以告訴台灣人 香港的報紙 仍然有政治諷刺的漫畫 你可以告訴台灣人 現在接受了統一 這個 叫做主權 回歸 在一國兩制之下 現在香港的經濟正正約上 你可以這樣說 是不是 是啊 如果這件事 一天不發生 即是說 大家心知肚明 皇帝的生意 這個一國兩制 在台灣已經是全無市場 在全無市場之下 賴清德也不能夠 也不會宣揚台獨 只不過他說這些說話 我們的國家 可以叫做中華民國 可以稱呼為中華民國 在台灣 可以稱為台灣 你玩文字遊戲 他又跟你玩文字遊戲 或者是香港 香港這個特別行政區 可以稱之為中華人民共和國 香港 可以稱之為中華人民共和國 大灣區香港 可以稱之為大灣區香港 也可以稱之為香港 是不是 香港的席立國 那個機場叫做香港國際機場 就不是叫做中國香港國際機場 香港也叫做香港大學 就不是叫中國香港大學 是不是 所以呢 賴清德說 他們那個國家 可以稱之為中華民國 可以稱之為中華民國 可以稱之為台灣 可以稱之為台灣 這個論述邏輯是沒有錯的 而你這個對面的主權 確實是應用不到在台灣 比如說人民幣在台灣是沒有行使的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憲法 和所有的法律 沒有一條 是可以在台灣執行到的 這就是主權 互不隸屬的問題 現在你可以說 賴清德 他說的精神 繼承了李登輝的生前 叫做兩國論 就是一邊一國互不從屬 他現在不會幻想 用什麼三民主義去統一中國 也不會幻想用台灣的民主政體 來和平演變 或者影響台灣海峽令的變 其實是好事來的 起碼你不會有台灣 這個所謂的說中華民國 用他的民主政體不斷宣傳 那些中國遊客過來 然後他叫你看看立法院 作為一個觀光的活動 中國人也可以在民主 然後教壞他 他沒有這樣做 他不會想著 以一個所謂的外國勢力的姿態 去顛覆中國的13億人 其實我覺得很被動 和相當之溫和 因為正如我們昨天所說 賴清德不是葉劉淑儀 葉劉淑儀 將不應該說那句 或者是一些他認為自己 可以堂而皇之做的事 就宣之於口 結果間接說了自己經貿辦 裡面是要負責收集情報和監視的角色 這種是很愚蠢的行為 賴清德總統當然是不會這樣做 雖然他裡面提及 你說台灣也可以是國家名字 這些說話引起了很多 包括外長王毅 這類的還擊 但是我看到 同時間撲出來 還有馬英九基金會 好像整個變成國台辦一樣 指插賴清德的演講裡面 是違憲 甚至說是新兩國論 好像你說是繼承了李登輝的為止一樣 赤裸裸違反了中華民國的憲法 剛才你所述的 中華民國和中華民民共和國 互不隸屬 這是客觀的事實 好像我們以前討論的電視劇 《繁花》一樣 訪問過的作者 那個作者裡面 就說這套《繁花》小說 提了很多次 上海話裡面有兩個字 不響 不響就是不說 或者不說出口 不響 為什麼不響呢 不響的意思就是說 如果我說了一些東西出來 是會傷害到自己 或者傷害到別人 引致別人難堪的 我就寧願不說 即是不響 在國際的政治和外交上面 都是一樣 有不響這種藝術 在裡面 賴清德沒有宣稱台獨 不響 但是他在說客觀的事實 互不隸屬是事實 他稱呼對面 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不稱對岸 這個也是客觀的事實 所以你不能進入他 這些字眼上 我觀察到 其實賴清德成篇的演講 和我剛才所提及的 第一島鏈 他所涉及台灣的角色 我覺得有點像明治維新 脫亞入歐 日本的決定性的國策 因為現在是脫中入美 我認為整件事是台灣 因為除了台積電 晶片製造商的作用和戰略地位 台灣位於第一島鏈 不尋的航空母艦的角色 賴清德的演說 我覺得感覺到 他不再用什麼三民主義統一中國 也不稱為對岸 不將自己納入到中國的大陸 已經不提了 結果就講清楚 自己台灣的位置和角色 將徹徹底底和中國切割 不再跟你糾纏那些什麼 對岸、兩岸這些字眼 說得清清楚楚 所以有些人 他沒有說是台獨 不過是將台灣是新加坡化 將台灣是國際化 他沒有說台灣是獨立 所以這次的重點 他看到整個世界的潮流 就是人工智能和半導體 現在台灣掌控有半導體 一些先進的製造技術 現在正在AI革命裏面 台灣是一個不可缺少的環節 亦是一個晶片的重大的供應鏈 當然這個不等於一路永逸的 這個台積電去何從 美國方面拼命入稅 台積電的前老闆張忠謀 將台積電搬過去阿里桑那 當然台灣裏面也深知 如果你的台積電去了美國 你台灣剩下什麼價值呢 所以現在台積電仍然 作為一個世界AI 或者晶片一個主力製造中心的話 我相信台灣是很安全的 但是你不能夠排除 在這個所謂的對岸 也就是賴清德口中的中國 在一個一個獨裁統治之下 一個人的精神狀態 和一夜之間的一臉之差 所以台灣未來是賴清德的 將會數位轉變 另外那些小企業是否能夠升級呢 這是一個問題 無論是機械人 人工智能 或者是元宇宙 又或者是人工智能 應用於醫療等等 台灣也有很大的和國際 特別包括美國和日本合作的空間 所以這就叫做聘經濟 台灣其實現在不需要再說 什麼中華民國 或者台灣這些東西 應該擺脫這些這樣的論述 是全力拼打 這個AI時代人工智能的高科技經濟 來確保台灣在未來30年 在這方面擁有世界的先進地位 但是當然現在台灣的經濟是一個問題 就是如果你是從事AI 又或者是從事台積電有關這些高科技的生產 如果你是技術工程師 或者那些行政人 如果你是享有高收入 另一種就是如果你和中國去做生意 所謂的台商 你在大陸一直到2018年為止 也是另一個高收入的群體 第三條途徑就是你去選立法院 是做了立委 做了立委之後 現在是三黨瓜分 是很多提案或者重大工程的撥款 你在下面可以要是開閘 要是卡住 是有不同程度的貪污和回用 除此三大叫做增加財富的快速跑道 其他你在台灣一般來說做一些小生意也好 開什麼咖啡店、文青、書店也好 或者打一份工作、教書也好 收入是相當微薄的 微薄得來的話 我發現台灣人的心態有少許像日本的 他喜歡過一些寧靜的日子 他沒有什麼野心的 那些台大、政大的教授 是很安於一個 比如說月入大約港幣三萬多元左右 再加上一個後盛 然後他就打算做到退休了 整體的台灣人就不像大陸人一樣 大陸人現在個個都想拼搏 20年來這個改革開放 這個叫泡沫風潮裡面 是非常積極地投入 擺脫自己本來的階級局限 在農村的人大批移動去這個城市 是跟這個台積電 不是台積電 是跟這個 郭台銘 那個洪海去裝撼這個電子手機 然後做這個 來料加工 或者T恤牛仔褲 他全民加入 是想快速改善的生活 那個意願和激情 遠遠在台灣之上 這個就是造成到中國 中國一直到2018年為止 他的GDP每年是增長 由10%至9%至7% 而台灣是陷入低增長 那麼很多台灣 尤其中部和南部的山區 那些農民 是非常安於一種生活 是種那些地瓜 即是番薯 或者火龍果 或者西瓜 然後拿著一把線撥 撥一下 希望政府可以收購 然後代他們出口 本來在江澤民和小平的20年 台灣的農產品 一直都可以出口去大陸 但是最近始路不通 而慢慢台灣也適應了 這種被中國制裁的生活 所以他一定要現在 是靠這個台積電和人工智能 謀求出路 在這方面 一定要搭美國的順風車 和和日本結成一個新的 叫做AI人工智能 製造和聯發同盟 這個是台灣唯一的空間 那至於台灣一般民間的人 不想過富裕的生活 這些唯有去由得去 這些跟香港和大中國大陸不同 是不是 這幾年疫情 以及在蔡英文第二屆的任期期間 中國大陸進行了多項的經濟制裁 限制台灣農產品入口等等 甚至限制那些旅客組團去台灣 當時叫苦連天 很多台灣做生意的 或者已經賺慣人民幣 日月潭的觀光巴士民眾 在叫苦連天 但是你看看這幾年過去 他們有沒有死到 直接說 台灣有沒有滅亡 沒有 其實沒有了中國大陸的市場 或者減少了中國大陸的遊客 台灣依然歲月正好 你想想 不要說其他 說說數字 你去台灣訂酒店 大家不知道有沒有經驗 我覺得比東京更貴 甚至比香港更貴 你都不明白 如果你說到台灣的環境 因為中國大陸的經濟制裁 或者限制之下 那個經濟發展停頓 那為什麼台灣旺到這麼厲害呢 你去到台北的地方 除了食肆 那些暴行街 人山人海 你沒有中國大陸的遊客 多了很多其他國家 地區的遊客 而且譬如說 農產品的出口 沒有中國大陸的市場 它拓展了去東南亞 和日本 包括香港的這些市場 近年 可以這麼說 台灣那些愛民邦 入口的香港 一年比一年多 以往這些 就運了很多去中國大陸 但是這個香港 或者是東南亞其他地方 已經吸收了台灣這些出口 沒有了那些大陸遊客 台灣的市面 沒有影響 我覺得 甚至那個經濟效益 是繼續提高 吸引了更加多高消費的遊客 不是一團團 好像我們兩送飯 來到香港窮遊那些 台灣沒有 因禍得福 它沒有了這些 我們叫低增值的遊客之後 它現在反而經濟發展 遠遠比香港更好 現在 它做了一個例子 給全世界看到 沒有中國大陸的遊客和市場 台灣依然存在 沒有死 是不是 這是最嚇唬的事實 是的 這些在旅遊和消費 那種去中國化 其實只是去泡沫化 其實它沒有去你 是你自己 就是要懲罰它 然後你自己下閘而已 是不是 台灣從來都沒有說 不讓那些大陸人 直到最近 是不是 因為那個關係惡劣 是不是 所以其實 你看看香港 香港的經濟 因為長期泡沫化 大起 大落 過山車 台灣和日本 這一類型的經濟 所以 歲月正好 就是它比較維持一條直線 它的起伏就是這樣 不是香港 那樣 所以香港 會導致很多 人的焦燥 和恐懼 焦慮 狂燥 和恐懼 一小小的事 就會發大 這就是台灣 和日本 現在人家的民間精神生活 是比較正常的原因 甚至 電動車的話題 雖然看見不關事 但等於 歐洲 如果美國 甚至其他地方 沒有中國的電動車 又如何 是不是 其實全世界 不是只有中國的一個工廠去供應 或者是中國的市場 給你賣東西 以往 你看到很多媒體 包括香港 很多 其實不斷在營造一個 中國 貢獻全世界論 就是說 中國的產品 價連物美 調轉中國的市場 很大 只要有人給你一元 賺十幾億 不斷用這個論述 去告訴你 中國是不能夠 缺席的 在這個世界上的貿易 是 事實上 它作為一個 廉價的生產大國 的確是舉足輕重 但是 你看到 很多國家 根本是 對中國的產品限制 或者不再需要中國市場之外 是不影響的 包括生產 現在很多工廠已經搬到柬埔寨 越南 這些國家 反而 那條供應鏈 是更加穩定 和廉價 不需要在中國 做一個工廠 所以台灣也是 現在漸漸 因禍得福 多得中國大陸 這些限制 和政治的打壓 現在它覺得不需要中國大陸 都可以獨善其身 加入了這個世界裏面的 另外一個 叫大家庭 就是印太的聯盟 所以不只半導體 台灣還向國際 包括歐美 處立了脫歐的模式 脫歐 它是不大事 二千一百萬人 看不到餓死人 當然台北車站 晚上還有些人在怒縮 這些是西方各大城市都有的 在全球化之下貧富懸殊 結果台灣一般的人 是沒有太大的物質欲望 這個也不至於造成 動亂 但是香港就不同了 香港普遍的物質欲望 在這二十幾年 是更大了 這個叫做買樓 拿來保值 炒股票 還有一些 是不值得這樣高薪的人 來到香港 竟然享受幾十萬一個月 這支歌仔先李奇緣 到了時鐘十二點 全部變回南瓜 這些金馬車 這支歌仔沒得唱 那麼台灣 日本這些仍然可以繼續唱 好了 今天的時間差不多了 多謝各位收看風雲谷 我們下次節目時間再會 準備訂閱請記得訂閱 多謝大家 謝謝粉絲 謝謝大家 這個網絡世界 太吽士河畔 都一樣可以 是俯瞰世界的風雲谷 风云谷两岁了 我们的订阅人数已经向40万进发 有这么叫人的成绩 传来大家在世界各地的鼎力支持 为了令我们有更充足的资源 做更充足的资料搜集 以及台前幕后都能够继续精益求精 做得更好 我们呼吁大家帮下手 以行动支持我们 利用超级系列打赏 以及加入会员专属频道风云汇 拜清德肖美琴当选 这个是美国其实暗松一口气 最容易见到的结果 共产党和国民党 都是同一个列宁的祖宗 肥妈是一个蓝丝的无知 群众的一个非常之杰出的代表人物 特区政府的施政是令到蓝丝 那里抗拒 有没有让我看错 判就个个都会判 但等Donald Trump上台回来 是会有传奇的 张伍尚的花名叫做傻佬 黎智英的花名叫做丁佬 这种性格 我们一般尋常的凡夫俗旨 是难以理解的 这些叫偏偏我这样吹 是不是觉得跟林郑和梁振力 有某种的类疼 公公敬敬送金融上车 接着跟旁边的几个社长组织 刚才听到查先生说什么 照他相反的去做 《苹果》是不会有连载小说的 所以他没有小说的 很多年前他告诉我 是的 我是给他统战 我有统战的价值 他觉得自己很有成就感 如果林作也关了 所以林作出来 他妈妈押着他道歉 是不是收到电话呢 未来就应该是陈国基和邓炳强 这两位人才之争 沈旭辉是百值的婚宴 成千人 这个后面他的师傅叶国华 就是做着一个秦代女不韦的角色 是不是这个很明显的 那时候确实是想捧沈旭辉出来的 这个叫梁文道 蔡东豪 叫我在香港电脉过去 阿草 我找你做光明顶 我一个怎么做 我都要留天赤 不用留天赤 我跟你横分瓦界 有一个叫刘世良 接着刘世良 沈旭辉、叶印聪、梁启智、朗天 这群人我都不认识 梁启智未到 王蔚伦 是王蔚伦 这群全部叫青年社会科学才俊 这人是很不相信我 因为在牛津的时候 他受过左胶污染 我不认识他 这个亦是一个中共 我相信在香港 准备培养为转世灵童的对象 现在只要进入以下年结 就可以即时按加入风云汇 以及陶生爆sir的patreon 未来的日子 风云谷会继续陪伴大家 正如陶生所说 就算在黑暗中 仍然要怀着一点的乐观 终于 我们都会见到光明的前路 在此再一次感激大家两年以来 对风云谷的支持 世事多变 小汉风云 下一集 约定风云谷再会 真的有什么事情 这个是因为 跟不过是 都可以 做好事 都可以